北市省儿童医院母爱药童星慈善茶叙 在5月14日母亲节当天举行 这是自2019年首次举办下午茶叙会之后 历经三年疫情再次回归现场活动 在座宾客共同庆祝这个特别的母亲节 本次活动由北市省儿童医院基金会 D2D Dancytony基金会和青少年爱心大使团队三方联合举办 借此携手共同努力支持提高儿科医疗护理 提供给本省的病童及其家庭能够获得更好的护理和治疗 活动现场还邀请到不幸罹患及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Evelyn及其家人 病情确诊的第二天 Evelyn便开始每两周在北市省儿童医院接受4天的治疗 现如今Evelyn是一个活泼开朗的12岁女孩 目前状况良好并已成功完成了治疗 母爱药童星慈善茶区活动现场 通过多种形式举行募捐 最后募得善款共计加币52万元 根据两位共同主席 容容施和海伦扬介绍 所得善款将用于支持一项目标为135万元的筹款项目 该项目目标为北市省儿童医院研究所购置医疗设备 用以帮助进行医学研究 推进医学治疗水平 让病痛受益 温度知识华美佳现场报道